嗨大家好 我是大沛 今天的影片呢 是要來治療我的拍照困難症 拍照尷尬癌 然後呢 要請我的拍照老師 你真的在甩 突然 你真的在甩了嗎 直接甩一個 甩到你的臉上 哈囉大家好 我是琪琪 嗯 那就是今天我們那個拍照特訓班的老師 因為我是全世界最不會拍照的 我拍照就是 極度尷尬 我見識過 我今天要用大沛風格的講話 我剛才我平常是這樣嗎 你平常就是 就是很 尷尬 對 我們現在要來 交大沛拍照 如何不尷尬 對 好 我們今天分成三大類 這樣很你耶 這樣真的 我有這樣嗎 就是你就是會很有條理性的講演器的事情 今天的影片分成三大重點 第一點是我們要糾正一下我們的拍攝者 拍攝者就是我本人 那等一下我們會跟大家講幾個重點 接著就是被拍攝者 也會有兩個重點要注意 所以我們就開始吧 特訓開始 GO 好 總之 我現在要變回我自己了 還是我先當你 等一下受不了我再當大沛 欸 等一下受不了我再當回我自己 已經壞掉了 首先就是拍攝者我覺得非常重要 因為其實很多被拍的時候 其實你照片不好看 除了你本身自己尷尬 矮以外呢 有可能也是拍攝的人非常不會拍 但其實今天大家都這麼好心要幫你拍照 我們總不能要求人家對吧 所以說 看這支影片的人 如果你今天是要拍攝的人 你就是可以學到東西 但如果你只要被拍的人 你也可以學到東西 總之就是呢 你必須是要一個會引導的人 如果今天就是 呃 我們出去要拍照 如果我要找一個人幫我拍照 除非我是一個真的超級不怕尷尬的人 我可以找就是我完全不認識的幫我拍 我都不會尷尬 可是如果你今天就是很怕尷尬的人呢 我會建議你找一個你比較熟悉的人 幫你拍照 因為其實你這樣拍出來的照片 畫面會是比較自然不會尷尬 當然因為是熟悉的人 所以你可以是在拍照的時候呢 就是假設你是被射者 我是攝影者 那你就可以在拍照的時候 不要說 欸一二三拍 就是拍起來照片就會很生硬 如果可以的話 你先選一個你們兩個都覺得非常適合的 拍攝程式 但你用原始的相機也是OK 就是看你們喜歡怎麼樣的照片 接著呢就是盡量可以的話 就多按幾張 接著你可以邊拍邊講話 尤其是在拍照的時候其實呢 假設就以一般相機模式 我們用連拍講好了 假設我現在拍搭配 那我跟他講 欸我要幫你拍照囉 然後就立刻尷尬來了 對他就會說 欸你不要動什麼的 那就是你突然這樣子 他就會突然就 欸拍照他就會 手也不知道要放哪裡 眼界也不知道要看哪裡 笑起來也很僵硬 對他就會很僵硬 大家在拍照的時候 如果可以的話 你們如果跟朋友出去 你想要當一個整趟旅途有好照片的人呢 你們可以先講好說 我們隨時隨地 當然如果你今天是一個不喜歡拍照的人 你也不會看這個影片 但如果你是喜歡拍照的人呢 你們可以講好 就是姐妹隨時出去就說 隨時幫對方拍任何生活照 假設你突然經過一個地方 他站在那 你也不用講講說 你不要動什麼的 也不用講講說 欸擺POSE不用 你只要看到假設現在 欸我覺得你現在在那邊蠻漂亮 那你就只要 欸隨便拿起手機 就這樣拍他 你就隨機 因為其實我覺得 你這樣子拍的日常生活照 會是最好看的 那再來如果說 今天你被拍攝者是比較近跡的話 你可以跟他說 欸看那邊看怎麼樣看怎麼樣 這就是其實這一點就是 介於你今天你的拍攝的人 是不是夠會引導 但是如果今天你覺得你是一個不夠會引導的人 你就只要隨時隨地捕捉你朋友的日常 那相對你如果幫朋友多拍點照片 他相對的也許也會回應給你 所以就是大家是一個互相嘛 對那接著我們就來實戰演練 好我們首先呢 就是大家如果說平常想要在家裡拍攝的話呢 我們當然可以也就是盡量我們找 反正我們現在僅僅就是客廳嘛 所以我們就要在客廳裡盡量找到乾淨的背景 因為如果說今天你的背景就是有大家在家裡嘛 家裡我們一張照片其實也就 然後畫面也就這麼小 所以說我們要拍攝的時候 我們就要在家裡找到一個乾淨的場景 真的非常非常簡單 你只要把沒拍到的地方 你的那些衣服就全部都把他往旁邊丟就對了 清空中央 清空拍不到 欸清空拍得到的地方 接著拍不到的地方就 就隨便 所以說呢你們要找出一個家裡你們覺得比較乾淨的地方 但這個地方不用到太大 因為不管你今天是要自拍呢 或者是你要拍人呢 其實這個畫面都是很小的 所以說你們只要找到一個你們覺得好看的地方 你們就可以開始拍了 途中我來跟大家講一個被拍攝者 能夠如何不尷尬的第一個守則 就是我們不要看鏡頭 因為其實呢我們平常在被拍照 如果你真的很容易尷尬的話 你一看鏡頭就會整個人實話僵掉 所以說呢我們第一點就是要請大家不要看鏡頭 好嘞你往後做一點 好 看旁邊 你不用看鏡頭 你就做自己的事 你就做自己的事 你不看鏡頭你可以玩你的袖子 那我也可以花你的手機 可以 然後看一下手機殼 好好玩 手機殼也好可愛 對捲一下你的袖子 或者是抓一下你的頭髮 抓一下我的頭髮 順一下你的頭髮 那你做到沙發上 好 老師我要怎麼做 反正呢 就是一直亂拍就對了 總會拍到想要的照片 你就做上去順著 你就是平常做他要做他 對 你可以滑手機 好 看這邊 這裡 很像貓喔 盡量能多拍一點照片 就多拍一點照片 很像貓喔 在各種情況下 哎呀拍到我腳了 總之就是嘗試在各個狀況下無限的暴亂拍 你就可以有機會拍到很好看的照片 就會有這種很自然的照片 所以摩托爾拍照都是一直動來動去的 不是一動一動一動的 對 不然這邊我可以示範啊 你可以這邊拍我 但是我不要看鏡頭的話 喔這邊寫的重點是要跟大家講 如果說你今天是一個尷尬矮末期的人呢 請拍攝的人不要開手機聲音 可是如果你是一個習慣被拍攝的人呢 你就可以把手機的聲音打開 這樣就可以聽到快門聲 然後被拍攝的人就知道可以換pose 你就是可以看地板 或者是抓頭髮看旁邊 抓頭髮看旁邊 總之就是你就是不要看鏡頭就對了 因為你看鏡頭你就會覺得很尷尬 欸好多事可以做喔 你沒有拿的東西怎麼那麼多事可以做啊 欸這是我的工作啊 裝忙達人 裝忙你就是你的手 你手有指甲有 或是沒有指甲 你就是看手 然後看扣子 看你的衣服 找口袋 玩口袋 對找口袋 喔找口袋不錯欸 對 因為有時候沒有東西可以玩的 對 甚至是 如果今天你有穿鞋子的話 你甚至可以綁鞋帶 綁襪子 對 但是我現在這個襪子跟我這個全身搭配不搭 但是就是假設你今天是在戶外的話 你就可以試著綁鞋帶 或者是甚至是你拿各種道具 總之就是你不要看鏡頭 當然一開始是沒有道具 再來第二點就是 我們可以試著找道具 你不覺得我很亂拍嗎 因為我實在是不會拍照的人 一定會有好看的照片啊 好像沒有喔 結果你被我打敗了 太強了 不會 因為我一直在講啊 不會啦還是有啦 還是有可以看的照片 有欸 對啊像這個 在某些瞬間 因為我剛剛是真的沒有在管其實在幹嘛 我就是一直按一直按 然後也沒有在管角度沒有在幹嘛 因為我什麼都不懂 可是儘管你都不知道該怎麼拍照 可是你還是有拍到好看的照片啊 就是狂拍欸 記得第二點呢就是 使用道具 那使用道具呢 剛剛其實也稍微使用到 其實你可以使用你身邊任何道具 如果呢你今天是在咖啡廳或在家裡 你手上有電腦 你有手機 你有書 甚至是 你有杯子 你都可以拿來利用 你只要有道具 你就是一切拿來假裝 做你平常用這個道具會做的事情 如果就像剛剛你平常用手機 你就是在滑手機 你平常看出 你就是在看出 你平常拿杯子 你就是在喝東西 那你就持續做這些動作 就好了 看看杯子裡有什麼 這杯子哪家做的 喝 好喝 看我 喝 喝看我 好喝嗎你在喝什麼 喝空氣 喝一些空氣 看我的戒指 可以 可以 抓抓頭髮 我用我的指甲 抓抓我的頭髮 對 接著 我來拿別的道具 道具二號 所以我要坐在地上 還是椅子上 你平常在家怎麼做 你就怎麼做 欸可以連了 太棒了 唉唷 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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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想叫你的 我就太嚴了 YouTuber接著太嚴 好 總之就是有任何道具 你就是可以拍出 很自然的照片 欸有欸 有吧 你看 對你就是做任何 你平常會用這個道具會做的東西 但前提是你不要拿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例如 行動電源 燒 對行動電源 你就拿行動電源要幹嘛 這又不是一個什麼行動電源業配 或者是呢 大家現在都很喜歡化妝嘛 所以說你包包裡一定會有口紅啊 粉餅啊 任何的東西 所以你就拿起 你的鏡子跟什麼 就拿起來補妝 你就直接補 對方隨便拍 拍起來都會 很自然 我要拿一個粉餅給你嗎 最克服跟蓋 就是你真的在做一個什麼事情 對 好 欸我買的就是這個 你就直接補妝 不要理我 好 這顏色蠻好看的 我也覺得蠻好看的 而且它是潤的 是 好請端詳一下鏡子中的自己 太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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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太嚴 就是你要拍很多照片 然後拍完你就一定可以找到幾張很好看的照片 喔 可以耶 對啊 假設這是一包 三明治 你拿起來吃也OK 你只要不要吃像吃的就是一個太誇張 你吃東西拍起來也會很好看 學會了嗎 學會了 那你有什麼拍照小問題要詢問嗎 今天是一個初階班 你說我嗎 我有什麼問題要詢問嗎 對 我有一個問題 是 因為剛剛都是拍就是比較靜態 就是上半身 可是我常常看人家穿搭 可以拍出在走路的感覺 但是你叫我 要怎麼樣拍出一個很自然 就是 他們走路就一副陣子在走路 然後好像被偷拍到的感覺 那它是真的一直在走路嗎 可是這樣我們就會拍到糊塗的嗎 不是 假走路 如何假走老師 如何假走 我們下一集再教 哪裡有下一集 沒有啊 好老師要示範假走了 假走就是 你走路走不可能就都是這樣這樣嘛 那你就是 你就是一腳往前跨 然後 你就是一直不斷的來回來回來回 所以這些假走照片都是扭動來回照 對啊都是這樣啊 都是這樣這樣 那你這樣只有一個姿勢啊 你可以這樣一直扭嗎 但是你這樣拍完以後 你可以再換另外一種走法 換另外一隻扭 所以通常如果像我們在拍照的話都是 這樣這樣這樣 但是我們儘管這樣走 你可以看我上半身 我上半身可能可以是不同種啊 就是我們會 換不同種 角度在看 然後還有不同種 老師那你可以面對我從我走來的這種嗎 因為我覺得很多那種穿搭照都是面對我走來 面對走來的話呢 就是會建議大家如果你很怕臉失敗的話呢 對啊臉要去 你就是 看下面啊 他這樣臉要看哪 或者是玩手機啊 或者是拿包包啊 就這樣啊 那這樣夾走啊 臉看上下左右哪個角度會很醜嗎 很醜就是你直接嘴巴張開來看鏡頭 除非你今天臉型真的是非常好看到 不會有表情失敗 不然看手機是最自然跟最不會出錯 所以低頭抬頭都可以喔 是可以 只是抬頭會建議看側邊 然後你要露出你比較好看那邊臉 如果我左邊臉比較好看 我就是看右邊側邊 看那邊 或者是拿著一杯咖啡或者是拿著手機 那可以正面低頭嗎 正面低頭也可以 就是 正面低頭不會不可以 可是是 比較容易失敗 所以你要害怕失敗的話 你可以先從這些 先練習起 再慢慢練習成看鏡頭的 但這從 這期間是你要一直重複的 扭動 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 一直用不同的角度 插口袋什麼的練習 那我們就解開了正面夾走之謎 但其實 為什麼他們都是那種很都會感 然後就是 就好像吵你走了 這都是夾走出來的 但是其實我剛剛講了兩點嘛 第一點是夾走出來的 第二點就是 真的用相機 因為像手機連拍 有些會糊掉 但有些就是真的是用專業相機 然後用連拍的方式 一直重複走 非常多回拍出來的 所以它是真正在走 可是那個相機很高級 所以可以拍到 沒有 蒙掉這樣 有機會 但其實用手機也不是不行 可是用手機的話會變成 它會是真的來回走 然後拍了好幾回 因為像如果說我們拍照的話 就是兩種 一種就是真走 一種是假走 所以我們就問說真走 還假走 真走的話 攝影師就要連拍 假走的話攝影師 就是會抓你停格的時候 像我剛剛拍 對 他會抓你停格的那個角度 這樣拍 可是如果說是真走的話 就是會是用連拍用按的方式 所以說不管你今天是用相機或手機拍 你們都可以先圈好 真走還假走 真走的話呢 你就是要用連拍 假走的話呢 你就是在它定格最好看的時候拍 對 所以就是 老師 那拍穿搭的時候啊 我是拍的人 我要在哪個角度拍你最好看 順光 不是啊 那我要 我要就是 跟你平平的拍 站起來拍還是 有些要往上拍 還是怎麼拍 看你會最美的 你說你是拍的人 要怎麼拍人家才會最好看 就有拍穿搭 我有拍一支影片 是教人家如何 被拍跟拍攝者該怎麼拍 可能 所以去看那個影片 對 但 大概就是 你要抓角度 那基本上就是 是拍攝者的角度 跟人的角度 是非常重要 盡量不要由上往下拍拍全身 因為 這是一個比較近跡的角度 因為 也不是說不行 但是說就是沒有那麼好看 你的人的比例不會那麼好看 除非你今天想要拍的是 一個大頭 就像剛剛我們要拍的是 人美 所以說 其實你也不是要拍全身 所以說你由上往下拍 其實不太會有 不會不好 就是全身就沒有什麼比例的問題 對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是站起來 然後你由上往下拍 就真的會是一個大頭狗的 一個照片 不會好看 所以說你人 基本上一個最簡單的 你要拍人好看的話呢 你就是 我們直接把手機這個格線這個打開 然後呢 你盡量可以在拍人的時候呢 以把人放在 放在下面這兩個格子 為主 因為你把他放在下面這個 這兩個中間這個格子的時候呢 你人的比例其實 光這樣子人的比例就會蠻好看的 大概 是這樣 喔~~ 好清楚喔 懂吧 就是格子是這樣 那你把人放在下面兩格 那這樣 整體不管是在畫面上比例上 比較不會出錯 然後可以的話呢 大家可以看圖片嗎 我是把人的腳貼底 然後人的頭差不多在這個格子上面 等於就是把人填滿在這兩個 總共有9格填滿在這兩個裡面 所以基本上 你這樣拍都不會出錯太多 就是我現在隨便給大家看一下 總之 這個是 前提是 這個背景要非常乾淨 你這個畫面就會很好看 可是因為 我這邊有受限於 場景有很多雜物 所以我要躲掉這些 就沒有辦法用真的很 很好看的角度拍 就如果說我今天真的隨便拍 說欸幫我拍張照 然後人家這樣拍 就其實這個照片 跟前面的那個比例 儘管 儘管我都是亂拍 可是比例看起來會差非常非常多 差很多耶 所以你可以教 你教Terry這樣拍照 我要教Terry看這個影片 你們把所有就是 男朋友老公的 10檔 你的規定通 叫我來看這個影片 但是這就是一個初階啦 還沒有教到很細 就是一些角度什麼什麼 其實都可以再更好 可是就是以一個 最大方向的話 其實就是大家 最簡單就是教他們看格線 這樣拍起來就會是 比較不會出錯的照片 太棒了 讚啦 讚 好那我們就謝謝我們的琪琪老師 來成就我們的 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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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其的朋友 掰掰 掰掰 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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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尷尬